你知道可观测宇宙中最大的天体结构是哪个吗? 很多人都会想起拉尼亚凯亚超星系团 因为它的直径达到了5.2亿光年 是由10万个星系组成的大型天体结构 我们的银河系就处在拉尼亚凯亚超星系团的末端 是它上面的一个小小的亮点而已 就当人们都以为拉尼亚凯亚就是可观测宇宙中最大的天体结构时 另一个超大规模天体结构的出现打破了这项记录 它就是五仙北缅座长城 五仙北缅座长城的出现再次刷新了人类对宇宙的认知 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个可观测宇宙中最大的天体结构 去看看宇宙究竟有多浩瀚 而人类又有多渺小 大家好欢迎来到百科片场 对于普通人来说 比地球大130万倍的太阳已经非常大了 要知道太阳只是银河系中很普通的一颗恒星 目前已知最大的恒星史蒂文森2杆18的体积 是太阳的100亿倍 然而史蒂文森2杆18也只是我们银河系 众多红超巨星当中的一员 这个横跨了10万光年的银河系 包含了2000亿至4000亿颗恒星 我们的太阳就处在银河系的猎虎悬壁上 天文学家们通过观测数据发现 银河系属于本星系群 在本星系群当中约有50个星系 覆盖了一块直径约1000万光年的区域 而本星系群又属于范围更大的 视女座超星系团 该星系团约有2000个星系 覆盖了一块直径约1.1亿光年的区域 截止到目前 天文学家发现可观测宇宙中 像视女座这样的星系团有数百万个 在视女座超星系团之上 是拉尼亚凯亚超星系团 它跨度达到了5.2亿光年 里面包含了约10万个星系 拉尼亚凯亚超星系团中的所有星系 都朝向它的重力中心 也就是巨引元移动 它在宇宙的宏观结构中 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很长一段时间 人们一度认为拉尼亚凯亚超星系团 就是可观测宇宙中最大的天体结构 然而在2013年11月 天文学家使用先进的宇宴卫星 和费米伽玛射线空间望远镜 观测到一个横跨了100亿光年的 超大型天体结构 它就是五仙北缅座长城 它的出现再次刷新了 人类对宇宙的认知 也让天文学家感到震惊和恐惧 目前人类可观测宇宙约930亿光年 而五仙北缅座长城横跨了100亿光年 相当于可观测宇宙的10.7% 该结构跨度超过了120度 星系红移植在1.6到2.1之间 随着科学家们的持续观测 模拨出来了五仙北缅座长城的形状和规模 它是大尺度纤维状天体结构 距离地球100亿光年 这也意味着它的年龄为100亿年 它是大爆炸后37.9亿年形成 要知道五仙北缅座长城的长度 相当于100万个银河系连接起来 我们能看到无数个小小的亮点 每个亮点都是一个庞大的星系 每个星系包含了数百亿 甚至数千亿颗恒星 我们人类所居住的太阳系 在宇宙中犹如一粒微尘 宇宙究竟有多大 在可观测宇宙之外 还有没有比五仙北缅座长城 更大规模的天体结构呢 如果有 人类需要多少年的发展 才能观测到它们呢 科学家们认为 我们的宇宙在大爆炸后 就在不断地膨胀 且膨胀的速度超过了光速 因此人类无法观测到宇宙的边缘 只能通过宇宙微波背景辐射 来对宇宙进行较为合理的推测 有科学家认为宇宙有尽头 但空间是没有尽头的 在宇宙之外可能还有无数个宇宙 这些宇宙可能与我们居住的宇宙非常相似 也可能会有所不同 它们大小不一 诞生的年龄也会不同 这些宇宙是否也是由无数个星系组成呢 是否也会有无数个恒星行星和黑洞呢 人类或许永远也不会知道 因为宇宙大到超乎了人们的想象 在可观测宇宙之外 发生的一切和人类没有任何关系 目前来说 人类探索宇宙的时间不过短短的几十年 我们能观测到最大规模的天体结构 就是五仙北缅座长城 但它还不足以反映宇宙的真实状况 因为五仙北缅座长城 或许也只是宇宙的冰山一角 人类探索宇宙的时间越长 就越会觉得人类太过渺小 除了我们看见的宇宙 在可观测宇宙之外还有什么呢 我们对宇宙的探索还在继续 希望未来的某一天 人类能揭开宇宙的神秘面纱